大家好我是分析師何吉鼎GD老師 昨天MSG在調整權重之後 最後一盤帶動台股大漲了157點 結果今天台股馬上就下殺了132點 相信很多投資朋友又開始擔心害怕 很多空方又開始恐嚇大家 聯準會要升息 資金要緊縮 股市要崩盤 結果真的有那麼可怕嗎 如果真的有那麼可怕的話 今年盤面上為什麼還是有很多股票在漲 比如說我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特用化學的三幅化 今天再次的漲停 還有我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MUSB相關類股 今天整個類股族群都上漲 其中富鼎今天也是漲停 如果說盤勢真的那麼可怕的話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標股正在漲 所以後續的盤勢到底該怎麼操作呢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好啦最近今天台股又下跌了 那我們今天也終於回到攝影棚裡頭 我今天回公司上班了 因為 已經也隔了大概12天了 那事實上 其實狀況都好轉 只是還是有一點點的 彈在那個 應該是在肺裡頭 那所以說其實還是有很多後遺症 真的大家還是不要得會比較好 注意身體健康 好啦今天台股下跌 真的要那麼擔心嗎 其實我跟大家講說也不用啦 其實操作股票如果你只是看著股市在漲 就說漲 看跌就說跌 那根本沒有意義 操作股票我最近一直跟大家分享 就是跟大家講說 你操作股票不能只看技術面 如果你只看技術面 一定會有它的盲點 如果你只看技術面的話 我一直跟大家講 上個星期來我們看一下 上個星期的部分 台股有連續四次過不了月線 連續四次過不了月線 結果呢 很多 空方 很多就是 心有不專的投資 你就開始跟大家講 台股要往下跌了 結果台股是往下跌還是往上漲 結果台股是往上漲的 那上個星期呢 為什麼我能堅持跟大家講說 台股就是會突破月線 然後呢 會持續的向上 挑戰前波的壓力線 就是因為我們不只是看技術面 我們還會幫大家分析 總金面跟基本面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上個星期怎麼說的 來我們上個星期啊 我們5月23號就跟大家講 台股穩守的萬六整齣關卡 短線有機會突破月線 是不是就突破了 好不好 那這幾天呢我們可以看到 這幾天呢 對不對這幾天是不是有下跌 這幾天是不是下跌 那這幾天下跌過程當中呢 我們也是堅持跟大家講 台股會震盪 然後呢跟大家講說 在下跌的時候我跟大家講說 通膨沒有惡化 聯準會不會加速升級的步調 所以我認為台股還是會突破前波壓力 你看不管怎麼跌我們都堅持跟大家講 台股就是會突破月線 你看 在最悲觀的時候 我那天的影片內容還跟大家用了 七大總金指標來跟大家分享說 台股就是會向上 哪七大總金指標那時候跟大家講說 小妹價格沒有大漲嘛第一個嘛對不對 在美國十年期公債實力率是不是下滑 第二個嘛 在美元兌換新台幣 新台幣是不是升值 新台幣到今天為止還是 相對是來講是升值的 然後再來第四個是什麼恐慌指數 恐慌指數沒有在創新高嘛對不對 再來第五個 很多國家都受到 應該說受到疫情的影響 受到疫情的影響所以 他們都釋放出什麼 各國政府都釋放財政政策 因為其實說真的 要刺激經濟除了貨幣政策 因為現在股市大家都在講的 叫做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是什麼 就是升息跟降息 降息就是很多人會去借錢 所以市場上資金會很多錢 那什麼就是財政政策 就是政府看到經濟不好 他就釋放一些什麼 資金出來 比如說像台灣政府要 擴大基礎建設 這種叫做財政政策 了解意思嗎 那如果擴大基礎建設的話 會不會有很多人去接案子 有很多廠商去接案子的話 資金一樣是釋放到整個經濟市場來講 所以其實 就是政府要救經濟有兩把刀 大家只看到一把刀 那一把刀叫做貨幣政策 實際上 很多國家是繼續的 用寬鬆的財政政策來救經濟 所以 我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 中國是不是要解封了 中國解封李克強要穩經濟 台灣呢 也要振興救產業 對不對 台灣要加碼百億 據說 財政政策這一波應該會釋出至少300億以上 不止100億 所以這是第五大指標 就是總金指標 第六大指標是什麼 散戶到底是心態偏多還是偏空 來散戶來講 我們證券的劃波餘額 月減了945億 是創12年來 12年來的最慘 那不就代表散戶都偏空 散戶偏空的話你說 後續是偏多還是偏空 但是比較偏多的可能性不要靠 這是第六大再來呢 第七大是什麼 我跟大家講美股才剛從底部要反彈 美股守住前波低點的話一定會反彈 既然美股會反彈的話 台股就會跟著向上 所以我就跟大家堅持跟大家講說不用擔心台股會向上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在 今天的盤前也持續跟大家講多頭格局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台股的部分雖然說是有點 小跌100多點 但是整體來講啊 從我們上禮拜開始到今天 上漲幅度啊也是差不多有六七百點左右了 所以短線上來講啊為什麼今天會收一根黑棒 上面有季線啊 上面有季線啊沒有錯吧 上面有季線難免會有一些多空交戰 所以其實我今天早上啊也有跟大家分享說上面會有季線啊 對不對 但是你不用太擔心為什麼我也跟你講 我說能源的價格沒有出現惡化 能源的價格什麼叫沒有出現惡化 如果說今天啊 如果說布倫特原油我們就看布倫特原油就好了 你看一下布倫特原油是不是開始向下跌 如果說今天布倫特原油一路的再創歷史新高號 我今天就不敢跟大家講說 台股會偏 多 台股有可能會走空 因為如果說啊 布倫特原油持續向上 你再看到天然氣的價格 天然氣的價格也持續向上 你看一下天然氣的價格開始往下跌了 是不是從高點開始往下跌也就是說 能源的價格是受到控制的 能源價格受到控制的話 其實連準會升息幅度不會那麼大 連準會升息幅度不會那麼大的話 其實全球股市這一波還是會持續的反彈的 好不好 所以台股短線上來講啊 還是會震盪走高 挑戰什麼 季線拼萬七的關卡 我覺得 是沒有問題的 尤其是啊 6月16號 FED才會有利率會議 在6月16號之前呢我相信啊都不會有太多的 雜音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太擔心了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有一個方法什麼方法就是 加入我們的什麼 Line跟Telegram還有相關的媒體頻道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媒體頻道的部分 如果說你還沒加入我們相關媒體頻道的話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掃瞄這兩個QR Code你就可以加入我的Line跟Telegram部分 這都是免費的 如果你想用關鍵制的方式搜尋請你打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記得一定要加小老鼠 我們的Line的部分啊有跟大家特別講比較不一樣的盤後的一些熱門類股 另外我們的YouTube還有臉書的頻道當然也不要忘記做訂閱喔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掃瞄這兩個QR Code就可以直接交我的YouTube還有臉書的頻道 來今天台股的部分今天台股下跌了100多點說真的啦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之前跟大家講說前波的壓力是不是這個跳空缺口 這跳空缺口昨天最後一盤被那個 MSCI權重調整拉上了157點主要都是漲哪裡 漲台積電 2330 所以昨天台積電漲的是比較兇 今天呢下跌了也修得比較 比較深一點點 所以今天台股下跌其實是受台積電影響比較大 那我們其他看其他主要的全資股其實表現的 還是不錯的完全不用太擔心 如果你真的還是很擔心的話來我們再從幾個指標跟大家講一下 從幾個指標的話我們來看到 美元兌換 新台幣 就是 新台幣的強或弱 新台幣還是升值的 新台幣升值的話 外資就沒有理由持續的賣出台股所以你看一下今天外資也不過小賣了 100億而已 他整週這幾天下來整體還是偏 多方 偏買超的 那另外 期貨未平常的多單的部分呢他還是維持持續的向上所以期貨 在外資這邊是 期限貨同步翻多 所以 法人這裡呢 是比較偏多操作的 那我們反觀散戶呢 你看一下 散戶的指標是融資融卷餘額嘛 對不對為什麼我說散戶指標 其實說真的大戶 是不能用融資融卷的 所以融資融卷我們都是看什麼 散戶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融資融卷的部分 以融資來講 這幾天台股在向上 融資還在減少 融資在減少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散戶心態還是偏空 就是很擔心說這個反彈就是最後一波了 對不對 很多人都很擔心 因為你 你還看不清楚整個局勢 所以你才會擔心 再來的話我們再看到融卷餘額的話 融卷餘額也是持續向上 從4月份 台股一直向下跌開始 積了多少的空單 到現在還沒有認輸 還沒有認輸我覺得太棒了 為什麼太棒了 因為通常來講 股市上漲第一波 空方不會那麼快認輸 再漲上去呢 就會積這一些空單 把他手上的一些空單給 賣出 對不起空單停損不叫賣出叫做買回 所以會積了這一些空單 把手上的空單給買回來平倉掉 所以這時候就會加劇股市上漲的速度 所以空單越多是越好多多益善 不是韓信點兵 了解意思嗎 空單越多越好 反正 再漲上去他們就會 自動出漲了 至於旁邊上什麼類股呢 你看一下旁邊上全子股其實幾乎都在漲 2330剛跟大家講過了嘛 2303嘛 聯電其實今天也沒什麼跌 其實今天主要跌 你看是不是 很明顯嘛 聯電沒什麼跌嘛 對不對 2330的部分 就是台積電的部分 今天主跌都是在台積電 所以今天影響指數啊 主要都是在台積電 好不好 另外封測族群的話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 對不對 封測族群 我們前幾天跟大家講 如果你想 就是比較偏長期的投資 我們節目也有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偏長期的同事的話呢 封測族群 封測族群整體來講 我們幫大家抓了什麼 殖利率 還有本益比 你會發現 他殖利率跟本益比都相當的便宜 你看一下 這邊殖利率都有7%6% 6%8% 對不對 那本益比的部分 也只有7倍8倍 9倍 7倍 對不對 所以整體來講 封測族群 如果你真的要偏長期投資 我覺得封測族群 是非常值得你去注意的 你看一下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有寫的 你看一下這幾檔 矽格金元電跟齊邦 我們來看一下 這幾天都有跟大家分享 你看矽格是不是漲 對不對 金元電 有沒有漲 漲嘛 對不對 還有齊邦 來 齊邦的部分是不是 雖然說還壓在這個季線之下 但是看起來是都收紅 完全都沒跌啦 對不對 這就是跟大家講的 如果你要做長期投資 可以去看這一塊 另外的全子股 最近來講 表現最強勢的是誰 今天可以說盤面上 整個都是洪家軍的天下 洪海 洪海的部分 其實說真的 5月18號就跟大家講了 對不對 所以你發現 我們在講的時候 別人都還不講 到現在人家都在講的時候 我們其實早就講過 真的沒什麼好講 我也跟大家講了 洪海 持續向上漲是會啦 但是他漲幅不會這麼大 因為畢竟他是大型的全子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洪家軍 表現是比較強勢的 包含比如說像天玉的部分 天玉今天是不是一度要漲停 對不對 台陽的部分其實表現也不錯 對不對 但是整體來看 你看台陽雖然說表現不錯 還是卡在季線之上 可能還需要一點點震盪的時間 那我就跟大家講了 前一陣子 上個禮拜我在加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 做股票 你要一波一波 你要考清楚時序嘛 對不對 現在時序的話 你會發現很多都是 車用在漲 那我覺得車用會漲到10月 那你在現在 現在是6月 6月到10月 這一過程當中 你覺得他會每天漲 每天漲 漲不停 一直漲嗎 不可能啊 一定會休息嘛 對不對 那在最近期來講 可能會馬上發酵的 我認為應該是國際旅遊 解封的題材啦 對不對 所以因為國際旅遊化我們台灣的疫情已經到相對的高峰了嘛 再接下來就要向下了嘛 像今天韓國也跟大家講說 韓國也非常歡迎台灣去玩啊 對不對 那就等到台灣 就是台灣政府 放行嘛 就等台灣政府放行啦 我覺得台灣政府是快要放行的 因為很多政策都要出台了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政府如果要刺激經濟 就是要用財政政策 那如果只是要開放不用錢就可以 那不先開放嗎 所以我覺得國際旅遊相關類股啊 還是蠻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比如說像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部分啊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其實國際旅遊相關類股雖然說沒有漲停啦 但我覺得可以說是漲不停的 你看一下 五福的部分5月30號漲停 對不對 5月31號再一根漲停 對不對 那6月1號呢 就是今天 今天雖然說沒有漲停啦 但是呢 也是再創新高有沒有 是不是再創新高 好再來呢 三福的部分啊今天也是收盤價收在相對的 應該快要到歷史新高了啦 對不對 好那所以呢 旅行車相關業者都不錯的話 當然鳳凰 今天雖然說你看到常常的上影線 但是其實也完全不用擔心啦 好所以呢 我覺得國際旅遊相關的 題材是持續會開放 你看一下陳時中都講了嘛 未來可能入境3加4 0加7 7加7就看 來我們國家的人 對不對或者是我們從哪裡來的 對不對比如說你去比較危險的地方啊 比較疫情比較嚴重的地方回來就可能7加7啊 那你去比較沒有那麼 危險的地方回來可能就0加7啊 再加上我們台灣政府其實跟日本政府跟 韓國政府啊都不錯 所以我覺得尤其是日本啊 我認為尤其是日本 台灣跟日本 真的非常好政府關係你就知道 去年在送疫苗的時候是誰先送我們疫苗的 是日本嘛 對不對 所以日本說要開放我們一定會配合的啦 好不好 所以就在這一兩個禮拜就會發酵 那至於車用題材啊 車用題材的話我一直跟大家講啊比如說像 梗鼎的部分 梗鼎最近一定很多人在講 梗鼎的部分啦持續上漲我跟大家講你不用去追梗鼎了 你因為一直漲你真的淘不帶到便宜 因為這幾天一直很多人在講 漲起來的時候一直講一直講 有什麼意義就開始回檔 萬一是不是回檔 萬一是下跌 所以我跟大家講你要找那種 剛突破的 剛突破我們那時候跟大家講是華服嘛對不對 你看一下5月27號跟大家講華服嘛 5月27號華服那時候還沒突破 有沒有漲停板跟你說的 沒有啊對不對 都直接跟你講那時候你看我還在家 是不是在家比較帥在這邊要戴口罩 為了大家的安全嘛 所以來我看一下華服的部分 從5月27號跟大家講完之後 5月30號就漲停了啦 漲停之後呢今天是不是續創新高 續創新高之後呢 震盪一下這幾天還是蠻有機會持續向上 要記住一個原則啦 我都直接教你們教大家的 三天啦 好不好 三天的原則三天不漲 就是要 考慮要出嘛 尤其是在這個波段畢竟 台股現在 雖然說我說 向上的格局還沒有改變 但畢竟現在格局不是一個大大的多頭格局 既然不是一個大大的多頭格局的話你要賺 就是賺最好賺的那一波嘛 最好賺的那一波比如說 我們最近一直跟大家講 你要操作股票怎麼操作 你不然只看 技術面啦你看到技術面只會看漲縮漲看跌縮跌啦 好不好 你一定要從總金面基本面技術面 消極面你面面俱到 你才能找到真正好的股票 真正有價值的股票 比如說呢 我們在上上 上上星期跟大家分享的你看有沒有一棒接一棒 元泰 元泰是什麼你看從基本面來看是不是持續向上 營收 毛利盈利率都持續向上你看有哪一個老師在跟你講基本面的 好不好 然後技術面的部分是不是台股在跌的時候他相對逆勢抗跌就是技術面是強勢的 好在轉強我也跟大家講看 紅吃黑紅棒吃掉所有的黑棒 紅棒吃掉所有黑棒就是轉強 轉強之後就持續一路向上墊高漲不停 漲到200塊之後呢我跟大家講說 200塊如果三天不過的話我建議出一出啦 出了以後呢雖然說他打我的臉稍微漲了一下 但是我還是建議你要出啦如果你還沒出乾淨出一出啦 好所以你看出完之後他就是 到今天為止是不是 這叫做震盪 震盪 對不對 震盪跟我們出的是有差多少嗎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震盪格局的操作 就開始不好操作了 不好操作之後呢 你當然就是先出再出 最好操作的我們賺錢 剩下不好操作的給別人對不對 好所以你看一下 元泰的部分其實我在我的LINE的部分 LINE的部分也是 直接跟大家分享有沒有看到LINE 5月16號 直接跟大家分享元泰 有轉強 對不對轉強的跡象對不對是直接跟大家分享好 那再來呢元泰之後我們跟大家講說再生經援嘛對不對 同一個類股族群會同漲同跌但我發現到整個類股族群都在漲的話我就想 中沙星雲跟深陽辦都在漲 那其中呢我們這三檔要挑哪一檔 你看一下中沙美股盈餘持續向上 星雲持平 深陽辦 還走低了 那你看到每月的營收部分有沒有看到中沙是不是也是持續的向上再創新高 星雲有沒有 深陽辦有沒有 沒有所以你發現中沙星雲深陽辦 表現最好是誰 中沙你看突破也是一樣跟剛才元泰一樣轉強低跟跟大家分享 分享完之後他就 再創新高創新高完之後再隔一天就漲停 漲停之後呢就再漲 對不對再漲之後呢 昨天記不記得昨天如果你有看我節目你可以去看一下昨天的節目喔 昨天我跟大家講說 三天不夠原則 所以 中沙今天如果沒有創新高 建議大家獲利了解 對不對 那就今天呢 再創新高那當然是續報啊 對不對 今天是再創新高而且收盤價收新高 當然這還是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我在節目上都跟大家講一個族群一個族群 因為同個類股族群會同漲同跌 所以當你發現中沙上漲星雲上漲 當你發現深陽辦上漲你就要從裡頭去找一個 基本面最好的股票 好但如果說只有中沙上漲那還是要小心所以呢 你在抱著中沙的時候你要搭配觀察 深陽辦跟星雲有沒有持續上漲 今天深陽辦是有點收小紅 但整體來講格局不是太好看 星雲的部分也是一樣所以一樣 這兩天也就是 這兩天剩下明天啊 明天跟下星期 下星期二之前 中沙沒有再創新高 建議大家一樣獲利了解 你看操作的方法操作的邏輯我們都是一樣 完全沒有改變 而且一棒接一棒 袁泰丸再來中沙對不對 而且也是直接什麼 直接在我們的LINE上面 直接跟大家分享的有沒有看到 直接在LINE中沙有沒有 有沒有這邊有打勾 打勾有沒有看到 打勾跟大家講說中沙就值得留意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這邊 值得留意打一個勾對不對 直接跟你講5月25號星期三 而且我們比賽選舉也有寫到中沙嘛對不對 再來呢昨天跟大家講說特用化學 一樣的方法啦 特用化學三幅化生衣中華化跟三晃全部都在漲 所以既然全部都在漲的話我昨天跟大家講你要挑哪一檔 你要挑基本面最好最漂亮來 毛利率持續向上漲只有誰你看持續向上只有 這個三幅化嘛 這向下跌嘛這個沒有持續創新高嘛這個 甚至一度是賠錢嘛你看營業利率 營業利率持續向上也只有黃色這一條黃色這一條是誰三幅化 EPS的部分持續向上 挑戰所有的新高站在所有人的肩膀上的只有誰 黃色這一條是不是黃色這一條線是誰 他叫做三幅化 對不對在營收的部分呢雖然說營收你看大家都衰退但是你看他是維持高點黃色是維持高點所以 要我選擇 我還是會選 三幅化昨天跟大家講過你看一下昨天選擇今天漲停 對不對今天是不是就漲停了 那其他相關類股啊你看 生意是不是沒漲 中華化今天是表現還不錯啊但是呢你看一下三晃是不是也沒漲 但表現最強的是不是還是一樣 是三幅化 所以三幅化明天後天 明天沒有沒有後天 後天放假 好不好 明天跟下個星期一星期二都還有機會 持續的向上 只要這個類股族群完全沒有問題 好不好 所以你看一下 操作股票就是要這樣子 你要 兼具什麼 基本面 技術面 消息面 你面具到你這樣找股票你才會比較 比較勝率會比較高 只看著技術面 對不對 看漲所漲看跌所跌我告訴大家很多老師都是什麼 每天都跟你講五檔股票 一個禮拜二十檔股票 二十檔股票沒有一檔標股 我真的也是挨敷了他了 對不對 所以 投資股票你一定要兼具所有的面面具到你才能找到真正的標股 我們也 持續的跟大家分享 我們也不常識 怎麼做我們也都跟你講了 所以你一定要堅信基本面 技術面 才是你投資 自負 唯一 不變的出入 好那今天要怎麼講的 最近的網通族群表現得不錯 網通族群 波若薇 對不對 還有台陽 什麼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 星鏈計劃 就是 低軌道衛星的相關類股都表現得不錯 所以最近來講網通族群都表現得不錯 其中我覺得最值得大家留意到大家做省準 今天省準是直接漲停 那我知道很多 你看今天漲停之後我們再看到他基本面 基本面確實也是 持續的向上 持續的向上 好這邊基本面持續向上的話這檔股票值不值得進場 我是覺得可以值得去 就是留意 那 我覺得很多投資朋友到這邊 會可能覺得 因為過去的經驗不好 所以呢這種 大紅棒 你會不敢進場去追價 那不敢進場去追價 但是主要來講現在來講行情回來很多人還是留在 4月份5月份那一波的空投行情 所以我說這一波 你要操作你已經沒有信心了我知道 所以你要買什麼 你要買你敢買的股票 做風險最低的一個投資 什麼叫做買你敢買的 你不要去買那個大紅棒 不要去買那個已經大漲6% 7% 8%的股票 你去買那種 準備要起漲的 震盪不跌的 看這幾天就有機會向上突破的 就是買你敢買的 那風險最低呢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漲啊 還沒有起漲還沒有噴 還沒有噴之前你先佈局 那即使真的他過幾天真的不噴 你換一個股票去操作 那風險 很高嗎 不會高吧 很多老師帶你去 今天漲停這一檔就跟你講去追 追了7% 8%結果隔天修正一下 10% 10%結果停損 停損之後呢 你停損之後他又再漲上去 那這風險不是很大你不小心一進場就輸了7% 8% 那所以呢在現階段我知道很多人投資啊 很多投資朋友已經投資到 已經很害怕不太敢去做一個追價的動作 所以我才說 現階段你要投資我建議啊 你要買你敢買的 做風險最低的投資 做風險最低的投資就是在震盪的時候 進場去買進 不要去追那個太大的紅棒子 好不好 創造最大的投資機會就是準備要起漲 如果不起漲就換 你這樣損失不大 那獲利呢 卻有很大的機會 那盤面上有什麼比較值得大家留意的 一直跟大家講解封題材嘛對不對 漲價題材 車用題材跟疫情受惠相關的題材 解封題材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解封 最基本直接看到就是旅行社 還有航空公司嘛對不對 五幅是不是漲停漲了兩根之後是不是續創新高 那三幅整個姿態 這個整個姿態還是很高啊 是準備要隨時再創新高的 鳳凰的話基本面好 最近基本面好籌碼有點亂 但是呢 我認為只要 解封題材一發酵 他隨時都有機會再創新高的 那車用相關的題材 剛剛跟大家講過 我們認為滑幅 之前跟大家講滑幅 滑幅比較好 但是滑幅也都漲起來了 怎麼辦有什麼是比較有機會的 之前跟大家講嘛 POSE相關族群 有一檔 你們自己去查一下 有一檔已經漲三根了 我們講超久了 已經漲三根漲停板 5月19號 對不對 已經漲三根了 那另外一檔就有機會啊 你就去找那種 還沒起漲了 那整個類股族群 已經有人在發動了 然後基本面也很好的股票 已經漲三根了 好不好 所以這檔股票還可以去把握一下 另外呢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MUST BE相關類股 你看一下 5月20號我們就跟大家分享 MUST BE相關類股 整個租群都有漲起來的味道 包含了捷利大中 富鼎跟尼克森啊 對不對 每股盈余都持續的向上漲 對不對 本盈比的部分 比很多股票好很多 10倍8倍9倍 8倍 對不對 殖利率也不錯啊 5倍5倍 對不起不是5倍 殖利率是5% 富鼎殖利率5% 大中殖利率5% 尼克森稍差一點 尼克森稍差一點 你不要去看他 好不好 那你至少還有富鼎大中跟結利嘛 對不對 好所以富鼎大公跟結利的話 你看富鼎 富鼎已經兩根漲停了 對不對 那尼克森的部分也是持續的向上 大中的部分呢 是不是準備要向上 你看這幾檔股票哪一檔是讓你賠錢的 沒有 是不是整個類股族群都在漲 那到今天為止呢 因為富鼎持續向上為什麼 因為今天啊 今天是紅海的天下嘛 紅海說要去買富鼎嘛 就帶動富鼎整個都漲起來了 好不好你看整個類股族群都漲起來了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要去找盤面上有什麼股票 你要去找整個類股都 漲起來了 整個類股都漲起來的股票才會有機會 就好像 如果說整個類股啊 都跌下去了 那我就覺得 你要小心啊 比如說呢 最近我一直 不是最近啊 前陣子我一直跟大家講 很多老師很看好的 一個類股族群 他叫做 ABF載版的相關類股 ABF載版相關類股那時候啊 我記得 星星持續在創新高的時候 那個南電跟景碩 都不漲 逆勢向下跌 到今天你去看一下他的技術現行 我們來看到 今天南電 今天南電持續的破底 今天你要看一下最近的大盤是好還是壞 最近的大盤啊 是持續的上漲啊 你看你手上有南電你心都碎了 你手上有心心啊 你之前看起來很有希望 但你看一下你把220塊這條線劃出來你會發現 上不去就是上不去 上不去就是上不去 還要持續往下探底的味道 緊縮也是一樣 持續的往下 所以我很早以前就跟大家講 整個類股族群啊 都持續向下的感覺就像是 ABF載版的族群 可是呢 那時候會有很多人跟你講 星星缺貨缺貨到2026年 董事長自己講的吧 對不對 但是股價不漲 就不漲 為什麼不會漲 因為他們的本益比本來就已經超級高了 他本益比超級高了 所以呢 你要去找本益比比較低的 那既然本益比比較低的話 我們之前才會幫大家找到什麼 Must be相關類股 有沒有 本益比相對來講都低 值利率又高 所以你看整個類股族群都漲起來了 有沒有 富頂兩根 持續向上 尼克森 大宗也是持續向上 買到都是賺到 買到都是賺到 那還有什麼類股族群在漲 今天有一個類股族群 表現真的也是非常棒 我今天有發現到 他叫做 10英元件 10英元件有一檔股票也是要起標了 10英元件我們在 5月20號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都 在股票 準備要起漲的時候我們都會 幫大家介紹一些類股族群 類股族群介紹完之後你會發現 準備要起標的 我們就可能會進場要佈局 今天我們已經佈局了 10英元件的其中一檔 不是話框框那一點不要被引誘 好不好 10英元件的話今天是有 整個族群都表現得不錯 那如果您已經錯過什麼 錯過我們跟之前跟大家講的POSE系統 這邊有一個三根漲停板的 已經錯過那一個了 那 今天來講的我認為啊 這兩天還有機會可以把握到 10英元件的股票 他沒有像什麼 省準一樣 大漲 漲到你不敢追 他 就是準備要突破 收盤價準備要收新高那一種狀況 你絕對敢買 所以你一定要買你敢買的股票 做風險最低的投資 讓你創造最大的投資價值 所以呢 我們這一波林洋強林洋專班 剛剛那一檔也是符合我們這一檔 好不好 就是我們堅持什麼 既元泰中砂過後 你看我們不追大紅棒 我們也選什麼 面面俱到的股票 什麼叫面面俱到 符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面面俱到幫你選出來的 精選的一個基本面的好股票 而且呢我們選擇即將要發動的股票 那如果發動不掉呢 怎麼辦 馬上幫你 在最小最小的狀況 小賺小賠馬上再歡迎黨 然後呢讓你快速能 賺到漲停版的獲利 所以想要跟著我們一起進場去操作 這個類股族群的話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我們旁邊這個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勝利 我們明天見喔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